所有的里長 很多所有的我們鄉親 是大好朋友所有的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沒有關係 今天很開心是我們英國地區 我相信我們局長 我們局長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做的能夠差不多一年前 今天可以完成 前天增加我們英國地區的景點 龍妖橋能夠完成 就是表示我們多了一個景觀橋 尤其是夜間亮起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純粹的 行人跟自行車的 那我們第一條的景觀橋 是我們的陽光橋在 新電溪可以完成 今年等於是去年 我們的要求就是要完成 英國溪的龍妖橋 然後今年度 就是今年年底 你們要加油 這個壓力很大 我們台湾客還有一條 就是我們棒球到新增的 這條橋 然後我們希望明年 把我們棄子地區的基隆河 再完成一條 所以一年一條的速度 來完成我們的景觀橋 事實上這條龍妖橋 其實不單是龍妖橋 因為前面有一段 我們的新鷹橋 這樣一路可以通到我們的 陶博館 可以通到我們 鷹哥的另外一邊 的一個景點 另外我要特別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我們 鷹哥地區 主幹道交通 最重要影響的 我們的三鷹二橋 我們的預算 我們特別謝謝幾位議員 都很支持 那我們今年我們的公共建設用地基金 就是要來取得這一方面的土地 然後趕快來興建我們的三鷹二橋 來解決我們鷹哥主要的交通 大家都對不對 所以不是只有自行車 不是只有行人 還要汽車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捷運的部分 我們的三鷹線 可行性已經通過了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我們現在正在做規劃 只要規劃行政院在核定之後 我們就趕快來動工 這個是我們共同努力的 最重要 我們就是希望鷹哥不但 是能夠基礎建設不但的向上提升 更重要的 因為這邊是我們新北市最重要的觀光景點 三鷹地區有很多的觀光客來到這邊 不管我們的鷹哥的陶瓷文化 三小的老街 都吸引了非常多的觀光客 所以我們要把交通做好 那當然景觀做好 會吸引更多的好朋友 多多來到我們的新生地的 這一大片的 好的好山好水的綠地公園 再一次的祝福大家都能夠 非常的平安健康快樂 感謝大家辛苦了 謝謝 非常謝謝市長今天為我們的支持 現在我們請市長以及各位貴賓到我們龍口前的龍珠 我們一起來進行剪彩的活動 請市長 黃議員 黃永昌議員 林議員 黃議員 到我們剪彩區 好我們邀請所有的貴賓以及我們的市長 到我們龍珠前方 即將來進行我們今天龍腰橋的啟動儀式 那我們也請所有的貴賓就定位有麻煩 請我們的工作人員來進行協助及引導 那我們也邀請所有的媒體記者朋友們 來到我們龍珠的前方 來幫我們捕捉這個重要的即將剪彩時刻 現在我們請現場的媒體朋友為我們 在一龍牙橋這歷史的一刻留下見證 我們現在先看 現在先請各位長官以及貴賓看看我們前方的攝影機 前方中間的攝影機 看看您右方的攝影機 看看您左方的攝影機 來大家看echemoz 來 Pikk stop 來んな 各位貴賓以及長官 跨輕一點 躺輕一點 那我們請我們的貴賓稍微再套셨어요 purpose 舍微再套 harder 等待我們的市長要往中心移動一點點 實際我們要進行我們的啟動儀式囉 現在我們邀請各位貴婢以及長官為我們打通這條鷹哥的直播隧道 現在讓我們一起 丹陰龍謠橋 盛世啟宇 丹陰龍謠橋 盛世啟宇 丹陰龍謠橋 盛世啟宇 盛世啟宇